为了帮助偏乡青少年的多元展能 国际狮子会300B2区的中华狮子会 特别的来到了金山高中 捐赠了客后社团的发展基金 要帮助拥有多元课程的金山高中 让学生在兴趣展能上 能够不受经费的限制 而此外总监也来到现场 共享盛举发起了一同做社福的活动 要与各分会一起送爱到偏乡 国际狮子会300B2区中华狮子会 为了帮助偏乡青少年的多元展能 特别来到金山高中捐赠客后社团的发展基金 希望帮助拥有多元课程的金山高中 让学生在兴趣展能上 能够不受经费的限制放心学习 此外不仅是中华狮子会 国际狮子会300B2区的总监 也为了帮助偏乡的学子 发起总监一起做社福的活动 与国际狮子会300B2区的各分会 一起送爱到偏乡 总监与大家一起做公益 最大的出发点 原因就是希望 我当由总监这个职务 可以借由我们60个分会的力量 深入到我们 新北市的各个偏乡地区的学校 可以帮助这些偏乡地区学校 弱势的孩童 课后辅导 或者是所谓的学习辅导的帮助 那因为我相信这块是一般政府没办法施加的地方 唯有靠我们社团民间的力量 善的力量才有机会 这一块补足 那这个活动针对是青少年 就是国中小高中的一个科技学生 和海童来做一个捐赠 一个多元化的捐赠 那希望说有这个捐赠 让这些海童们提早的 可以发掘自己的兴趣 进而提早来 来知道自己学习的 一个学习的方向 在捐赠仪式上 由金山高中管乐队的学生 带来精彩的演出 赢得台下的贵宾掌声 也有校队与社团的学生 上台感谢国际狮子会300B2区总监 与中华狮子会 看见偏乡教学资源的不足 特别溢入社团发展基金 未来在追寻兴趣与梦想的道路上 会更加的努力的精益求精 取得更好成绩 今年有这一笔经费的帮助 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在排球队 篮球队还有管乐团 每年要到外地 到各县市去参加 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 都会需要一些庞大的经费 包括说车资 还有在远地 我们可能会需要住宿的费用 还有平常我们很多的一个教练指导的费用 在这一次的捐赠里面 都可以有到一些益助 让孩子可以不用担心 可能费用会不够 所以这个对我们学校的团队发展 学生的多元展能学习 是非常大的一个正能量的帮助 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孩子 我们也会透过这一笔经费 来帮助这些学生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安心就学 由国际狮子会 300B2区的总监与中华狮子会 共同捐助了20万元的基金 未来金山高中将会应用在 学生的多元展能 课后社团以及清寒学子的辅助 让学生在金山高中不只是知识的积累 更加还可以安心的多元学习 培养兴趣 并且为校真光都无后顾之忧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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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